随着美国加紧推行所谓印太战略 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 也试图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印太地区事务中 以此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据环球时报报道 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当地时间14日 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会谈 期间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成为主要话题 外界还注意到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科隆纳声称 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印太地区的总体形势 以及因中国而出现的许多挑战 我们有基本相同的分析 我们也有同样的担忧 因为我们了解中国在该地区正在扮演的角色 我们希望确保印太地区不会失衡 就在这位法国外长对中国在所谓印太地区的角色 表示担忧之前 法海军参谋长还曾点名要对付解放军 据法媒报道 今年7月 法国海军参谋长旺迪耶 在法国国防军事听证会上 不仅渲染中国海军扩张威胁 还鼓动联合起来战胜中国海军 当时他说 对抗中国海军 如果我们一起战斗 变强获胜 事实上 为彰显法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 今年来 法国经常派遣军舰前往印太地区 去年2月 法国海军两栖攻击舰编队曾前往西太平洋地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航 途中曾进入南海 迪近我西沙群岛进行演习 对于包括法国在内的北约股价 有意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额外长拉夫罗夫早前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发表讲话时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看到西方国家试图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 我们和中国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危险 我们不会允许别人挑衅我们 当时拉夫罗夫还表示 欧洲已经丧失了独立性 其听从美国的计划 执行华盛顿吩咐的所有任务